旅游业是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中澳大桥等大型基建相继开通 以及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 香港旅游业在越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形势下 迎来新机遇 香港旅游业界也正与大湾区城市一起 携手开拓市场 致力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 2019年2月推出的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对香港的文化旅游发展有了新定位 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城市旅游枢纽 及一城多站示范核心区 建设多元旅游平台 越港澳大湾区包含11个城市 风格各异 吸引力不同 另一城多站的旅游方式 及不同城市间的随机组合成为可能 近日 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振翰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是大湾区旅游市场最大的优势 也是未来大湾区旅游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觉得这个台湾区呢 当然是有跟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旅游的项目了 好像我们的乐园可能呢 在我们东南亚区里面 如果我们台湾区所有的乐园把它加起来 都比其他的更好 更多 好像我们在吃的两个方面有不同的特色 在文化方面有我们香港这个国际的都会 澳门有它的葡萄牙的特色 在我们大湾区其他九个城市也有不同的领南文化 所以都是很好的 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来我们这个台湾区不是一次可以去完的 可能要来多次才可以去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吸引力 旅发局将大湾区旅游的首个推荐目标 瞄准短途市场日本 近年来 日本稳站香港第四大客源市场 每年都有约120万的旅客访港 去年11月 香港旅游发展局连同澳门及广东省旅游局 到日本宣传粤港澳大湾区旅游项目 刘正涵称 通过和日本业界合作 日本旅行团推出了不同旅游路线 取得可喜的宣传成效 无论在哪个业界还是消费者方面的环境都非常之好 在11月份我们去了日本以后 我们在12月份也请了不同的日本的业界的朋友 来了我们香港 还有去了四国大桥 还有我们高铁 澳门跟广东省旅游局也有推荐 他们的所有的旅游的特色 还有他们的景点 所以我觉得整个推广活动是很成功的 刘正涵强调 到日本宣传粤港澳大湾区旅游项目 这是迈出第一步 为不同客员量身打造不同的套餐 并进行精准推荐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刘正涵称 不同地方 不同年龄层 不同旅行时长的旅客 有不一样的旅游喜好 要根据他们的自身条件 量身打造旅游路线 不能讲同一个故事 香港所有国务天堂的美誉 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地游客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 2018年房缸旅客逾6500万人次 其中 国际市场约占20% 达到1410万人次 对此 刘正涵称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客源基地 在未来几年的大湾区旅游发展中 仍将扮演主导角色 香港一向都是一个像海外的餐口 因为我们香港已经有一个很强的国际旅客的基数在里面 所以等级里面还是可以利用香港这一个我们的优势 吸引旅客来香港 但是将来以后 当我们整个台湾区的交通网路比较好的时候 比较成熟的时候 这可能是大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的方向的 对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业的发展 刘正涵认为有两大关键 一是努力到海外推广 吸引更多人来到大湾区旅游 在前期通过香港进入其他城市 二是完善湾区内的配套设施 在后期从其他城市吸引客源来 11个城市就如同一帮朋友 大家携手合作 百花齐放 提升港区魅力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海外游客 在推广方面我们也不是做一次就可以完成 这个推广活动是一定要在不同的市场 去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活动 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更加的了解 这个台湾区第一 台湾区是什么 台湾区其实是一个对海外的旅游客来讲 是一个蛮新的名字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产品做好 打造一些特色不一样的旅游产品 让旅游客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吸引力比较大 对吧 通过来 不管位置 不是